接下來我們夏天到了 電量的供應都會有 這題我不是一直都重複回答過嗎 老子那為什麼我們現在講的天價 我不想接受你的訪問 被問到車電問題 台電代理董事長曾文生火氣超大 但火氣最大的只怕是納稅人 因為十八號這天 台電花了高於市價 將近兩倍的金額買電來用 像新竹之前工廠就收到通知 在十八日下午三點半到七點半 抑制用電執行需量淨加措施 因此全台購買回約三十萬千瓦 一度從五六元起 最高還付到十塊錢 台電則聲明 其實這制度已經行之有年 包括日本 韓國 美國 英國都是這樣 業者可以自由報價 願意抑制用電符合標準 就可減扣電費 並非強制限電 以去年為例 平均每度扣減2.95元 不過到底十八號為何會缺電 除了雲林速化氣電 共生大型機組破管外 桃園海湖電燃氣機組也故障 再加上空汙問題 太陽光電未發揮全部功效 要減少機組破管 平時得做好碎秋 但這問題其實不是缺電主因 專家表示 台灣非常依賴水利發電 最近缺水也讓缺電問題更加嚴重 但電價才要漲 台電卻還在缺電 難免讓民眾擔心 未來這些額外開支 是否還是會轉嫁到 納稅人身上 我不想接受你的訪問 華視新聞黃澳天理 錫婷台北報導 我是吳一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訊息 趕快加入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按讚開啟小鈴鐺 最專業的主播群 說新聞給你聽